那各位同道午安 我是管和协会理事长秋子恒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今天可以邀请到我们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老师 陈格里老师来进行今天中午的分享 那也特别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东海大学的馆长 洋馆长来为大家做我们的引言人 那洋馆长也是我们协会新进的理事 非常感谢 那我想因为中午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引言人 洋馆长谢谢 好 首先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理事长 也是我们的这个邱馆长 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借由这一次的这个 图书馆的这个管计合作的协会的 这样举办的一个分享会 来邀请到我们学校 也是我这个算是我的前辈 就是他这个陈格里老师也担任过我们图书馆的馆长 那有这个机会能够来介绍我们的敬爱的陈老师 那我这边容我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者 陈格里老师 那陈老师呢 他是这个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建筑硕士 那在我们东海建筑系是这个教授退休 那在这个2013的这个8月到2014的7月 他也担任我们东海大学图书馆的馆长 那在他的这个研究的专场里面最主要是在研究图书馆的一个建筑规划设计 还有评估 所以陈老师呢 有论文著作七十余篇 那有四本专书 那陈老师的专场分别是在建筑物的用后评估 以及图书馆的建筑研究 跟无障碍的一个环境的研究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陈馆长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东海的陈前馆长 来跟各位分享的议题是图书馆中阅览桌的照明 那我们虽然我们在线上 但是我们还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这个陈哥里 陈老师 陈前馆长 欢迎 谢谢 谢谢杨馆长的介绍 那我现在就开始讲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因为时间很有限 那我的图片有八十多张 所以我很快的讲 因为最后的结果会放在YouTube上给大家看 所以我就不做多余的说明 所有的说明我都会在文字上面跟大家做一个诵读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都不记得了 今天我要提的就是图书馆中阅览桌的照明 这是一个我自己很关心的议题 在图书馆里面 几乎每一位读者对于阅览照明的要求都不一样 从这三张照片里面我们就看出来 读者对于阅览环境 阅览桌 阅览照明 有不一样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也造成图书馆 在阅览照明上的一些困扰 在资讯科技时代 人们特别大学生来图书馆 主要不是为了馆中的馆藏资料或者专业服务 这些都可以透过网络和视讯获得 他们很多是希望能够在图书馆中 找到一个自己需要 自己能够阅读工作和休憩的空间 在这个期望当中 阅览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为什么要谈阅览桌呢 因为在图书馆中它太平常了 几乎每个图书馆都有 而容易被馆员设计者和使用者所忽略 忘记了它应有的服务性和发展 一个好的图书馆 会提供很好的服务性和阅览桌 什么叫做良好的服务性呢 也就是阅览桌能够适用健康和节能 在阅览室中间 一张没有人去使用的阅览桌 一定是有问题的 馆员不太管它 设计者也不顾它 人们也不会去使用它 问题永远存在在那里 沉默的读者希望在图书馆中 有一个可以阅读和工作的所在 他们会抱怨阅览桌的位置不好 桌面太小 灯光不够的 但他们很少会反映给馆方 因此馆方很少能够了解 阅览桌在服务上的一些缺失 一个好的阅览桌 我基本上分成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适用 适时使用阅览桌时 便捷 舒适和有效率 健康 适时使用阅览桌时 眼睛和躯体的各个部分 都能够舒适 少疲劳 少痠痛 伤害 节能是在使用阅览桌时 阅览桌上照明能够明亮的程度 和照明品质上都能做到 浪费设备费 不浪费电费 以及不浪费房间的空调费 在接近八年以前 我做过一个调查 对全台湾19个大学图书馆 和两个公共图书馆 在里面使用大学生 问他们对于阅览环境 阅览桌的意见 那整个的问卷 大概有4725份 大概含括了台湾 所有大学图书馆里面 学生的一些意见 在那么多问卷题目里面 有三项东西我提出来 第一个是他们回答 阅览桌上哪些项目叫重要 这是一个复选题 依序来说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阅览桌大小 第二是有无桌灯 第二个题目是 他们在选择阅览桌时 有什么样的条件 他们选择第一项是干扰少 第二项是位置好 第三个是灯光亮 第四个桌面要大 第五个是有桌灯 换句话说 今天阅览桌的问题 主要出在阅览环境 也就是他们选择阅览桌的时候 环境问题最严重 其次阅览桌 而阅览桌上面 阅览桌面的大小 和灯光是否够 变成一个主要的议题 在他们喜欢的桌灯形式来说的话 他们回答 第一个是喜欢可调整桌灯 第二是横板下的桌灯 第三个是横板式的桌灯 第四个是固定桌灯 这让我们接下来都会一一说明 那我们先谈阅览室的照明 阅览室的照明会影响到阅览桌的照明 阅览室的照明有三种形式 一个是直接照明 也就是由房间里面天花板上的灯具 直接把灯光照射在桌上 这是所谓天花板上的直接照明 这是很多桌上都有的 另外一个是桌面上的直接照明 也就是由桌灯 吊灯 为桌面的阅读工作提供照明 这两种都是直接照明 对照明的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是间接照明 也就是天花板上的灯具 透过反射 或是透过玻璃板 或是不透明的塑胶板 把灯光均匀的反射在室内 间接照明会对 会为房间里面带来非常均匀柔和的光线 这种光线特别适合电脑使用 右下角这张照片 就是台北市立图书馆 它的一个阅览 它的一个电脑使用空间里面 使用了间接照明 非常的柔和 第三种是混合照明 也就是在有直接照明 和间接照明的情况之下 人们在里面使用 这张照片是纽约市53街的图书馆 里面同时可以用 提供电脑检索 也可以在桌面上面阅读书写 桌面的使用性 跟桌上的照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阅历看一下 第一个是阅览桌上的阅读与书写 从那几张照片上面可以看出来 读者们对阅览桌上面的空间 都需要比较大的尺度 那这个是严重问题 桌面不够用 也会影响到灯具的安放 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照明的要求 因此桌面大小跟照明会有关系 第二是当桌上使用电脑的时候 电脑本身不重要 重要是那个荧幕 这张照片 这张图片上面 左上角是一个人使用自己的笔电 右上方是一个人使用桌 除了图书馆的电脑之外 它还带来自己的笔电 也就是一个桌面上要有两个荧幕 左下角是一个桌面上有三个荧幕 它加上一个自己的笔电 右下角一个人在图书馆里面 同时使用三个荧幕 这是郑大新图书馆里面有的 桌面上面有越来越多荧幕 这已经是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共同趋势 非常普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桌面照明的要求 也越来越严肃了 另外一个是桌灯 另外一个桌面 桌面的不适用 影响到照明的问题 桌面太小 会影响到灯具的安放 桌面太小 也影响到对桌上照明的要求 究竟在哪个部位 因此桌面的问题 会影响到桌灯的问题 另外我们谈到一个不适当的照明 在后面我会仔细地说明 这四张照片都显示出来 桌上的照明并不能切合使用者的需要 问题是很严重的 另外一个是不够健康的阅览桌和机制 右上角可以看出来 一个人在看笔电 至于他的脖子很酸痛 这当然不是阅览桌的问题 而是他如何安放电脑的问题 右下角是把荧幕放在一个机器上面 这个使得荧幕非常高 这个人在看荧幕的时候需要抬头 那他脖子会不舒服 左上角是一个深色的荧幕 在深色的荧幕上面 在深色的荧幕之后 我们看电脑的时候会发觉 电脑荧幕可能太亮了 左下角是在一个非常亮的背景之下 看电脑荧幕 这时候电脑荧幕也会影响到人的视力 接下来我们谈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 也就是阅览桌上的照明问题 阅览桌上的照明问题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适用的照度 品质和节能性 第二是桌面的使用跟照明的关系 第三是灯具的选配 适用的照度跟节能 什么是适当的阅览照度 我国和许多国家都将阅览桌的照度定为500个Lux 在过去电脑荧幕尚未出现在阅览桌上时 这是一个普遍的标准 但在电脑荧幕出现在阅览桌上以后 因为电脑荧幕是自我发光的 不需要灯光照明 这就挑战了阅览桌上对于照度的认知了 在适用和节能的观点 阅览桌上照明 不应由室内的灯具来负责 阅览室内的天花板上的灯具 是照亮整个房间的 意思是灯具也同时照亮着阅览桌和桌旁的空间 如果桌面的照度是500Lux 那么桌旁的照度也相同 这会是一种能源浪费 我们就用一个模型来做下面的说明 好 这是一张图 假设阅览桌 阅览室顶灯对于桌面的照度是500Lux 每一个人的阅览桌面是90公分 x 60公分 两个桌椅背对背持的距离是150公分 以及桌面走道的宽度是90公分 计算下来四张四人桌所占的室内面积为29.16平方公尺 平均每人的桌面所占的面积是1.82平方公尺 如果将每个人桌面的大小除上阅览桌面大小 这每张桌面仅占四张四人阅览桌 总面积的30% 这显示在放置四张四人阅览桌的空间中 仅有30%的面积是需要500个Lux的 其他70%的空间是不需要这样的照度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就被忽视的浪费电能的问题 在对案例的十字号分析之后 我个人认为在使用电脑时候桌面的照度300个Lux够了 从桌面的角度来看 真正需要500个Lux的照度的桌面 是可以在全式式300个Lux的照度之下 再以桌灯的200个Lux来补充 如此一来桌面的照度可以是500个Lux 而桌外空间的照度是300个Lux 两者在照度上的区分和搭配是落实照明节能 和满足使用者对不同照明需求的最好方式 桌灯如果具有可以调整亮度的机制 这更能因应读者对于光线的需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越览桌上提供桌灯的服务性是有必要的 如从越览桌的照明状况来看 在现况中 有许多灯具 照明上面分配并不合理 以显示出能源的浪费 这是在台湾非常普遍的现象 把桌灯放在四人桌的中央 或一人单桌的前方 这是一个照度的不合理状况 我下面做一个分析 把灯具设置在桌面中央或前方 我们以日光灯管为例 桌面照度的大小是与灯管的距离成反比 灯管与B点的距离是其余A点距离的1.4倍 及B点的照度会是A点照度的71% 同理灯管距离C点的距离 是灯管与A点距离的2倍 因此C点的照度会是A点照度的一半 我们用一张实测来说明 这样一个灯具 这样在它桌面 当灯管打开的时候 灯管下面它的照度 打1588个Lux 而桌边的照度是747个Lux 换句话说桌灯下面的照度 比旁边几乎多了两倍 这是一个明显的浪费 也就是灯光照在不需要照明的地方 这种灯具非常多 在台湾的很多图书馆都出现 很多都是大师级的设计 但却都忽略了对能源的状况 另外一个 我们来谈灯具本身的影响 最上方的这个灯 那灯管外露 使得造成了直接炫光 使得在台湾许多图书馆里面的读者 都在灯管的下方 灯罩下方加上一些纸片 来阻抵 直接炫光对于人眼的伤害 这个相当普遍 因此根据我的梁测和访谈 读者认为说 灯具如果高于桌面 灯具外高于40公分的话 容易使灯光外泄 让造成直接炫光 因此对于一个桌面的灯具来说的话 它的灯灯尽量不要高于桌面 40公分 另外约览桌上电脑 萤幕的垂直照度 为桌面照度 平均照度的2分之3D 这个差异在于桌面是否反光 这边你可以测出来 桌面是701个Lux的时候 桌上的照 萤幕的照度只有300多Lux 这是有明显的差异性 电脑萤幕 与背景的亮度关系 这是四个不同的 六个不同的状况 显示出来它们的差异 有亮有暗 过亮的萤幕背景 在台湾有许多的图书馆 都会把阅览桌面对一个窗外 当阅览桌面对窗外的时候 窗外比较亮的时候 会使读者对于萤幕觉得不够亮 会加大萤幕的亮度 这样加大萤幕亮度 对眼睛不好 对电脑也不好 因此我个人是副成队 把阅览桌直接面对窗外 特别是当读者使用笔电的时候 那如果不是对窗外 如果他使用在阅览桌的话 阅览桌上面有一个灯具 而灯具的背景是一个亮的话 也会有所影响 这个情形在台湾相当的普遍 那如果萤幕有焦暗的背景 会使人们阅读萤幕的内容的时候 会比较舒服 这里我做一些比较 对比 一个是没有开灯 一个是开灯 让大家了解一下 灯开和不开 背景灯亮 背景亮和不亮 对于萤幕的影响有多大 那人们就可以选择说 我要不要开灯 当我看萤幕的时候 如果我不看萤幕 我是书写的时候 灯开跟不开 也会有影响 就是对一位读者 判断说 他喜欢背景是亮和不亮的差异 那我问他 他比较喜欢哪一种状况 他认为 他比较喜欢左边这个状况 因此 因为这个萤幕会比较亮 他会觉得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萤幕上的反光 也很严重 特别是室内使用 直接照明的时候 而这个直接照明 来自于天花板下的 天花板下的灯具 很容易在萤幕上面 出现反光 也就是间接炫光 造成人们的使用萤幕的时候 不变 因此在当下 最常普遍使用 电脑的阅览室里面 尽量不要采用 直接照明 特别是天花板上的照明 阅览桌上的灯具 阅览桌上的灯具 好几种 我分别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立概式灯具 我前面讲过了 它立在对座的中央 或单人座的前方 对照明会有一些影响 那这些照明 都明显地显示出来 它的照度 跟使用上面的浪费 以及不合理 相当的普遍 好 如果这个灯具 往桌面延伸 会 解散 前述的这些缺失 但还不够 还不够 我提出几张照片 供大家参考 用上两张照片 是德国柏林的公共图书馆 它利用有鞋杆 把灯具往桌面中央延伸 是桌面中央比较亮 左上方 这张是蒙特罗的科技大学图书馆 它利用这样一个杆件 把灯具放在桌面中央 也好 右下方 这是阿姆斯特丹的公共图书馆 它把桌灯 直接往桌面延伸 照亮桌面 非常清楚 左下的 这是德国明逊 明逊公共图书馆的桌面 它不但桌面倾斜 桌灯斜上上方 这些都是 根据能够把灯光 直接投射在桌的后方 让读者能够更适当地引用 照明的一个方式 这个相当地好 值得参考 在我们国内 出现的案例 是在台北市立大学 图书馆 它在地下室的自修室里面 设置了这样的桌灯具 它由墙面直接往外延伸 延伸的长度是三四公分 而它桌面是六十四公分 六十公分 因此桌灯的位置 几乎就在桌面正上方 阅读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桌灯有五十三公分高 它的高度基本上等于一个吊灯了 人在低头看东西的时候非常方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可是它有缺点 第一个 这个灯具不能由读者选择开关 它一亮整个都亮 因此在没有人使用的时候 灯光也亮 你这个灯光如果熄掉了 读者就不会来这边使用 这是一种不节能的方式 第二如果这个桌面上面能够有一些隔板 因为桌面很宽 每个人有一百二十公分宽的桌面 如果有隔板的话 这个桌子将是非常好用 在照明上面 空间上面 都非常好用的一个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在台湾台北市立大学图书馆 另外这是一个传统的证据 这是在美国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旧图书馆里面 一个老式的桌面上的一个老式灯具 非常传统 非常低矮 可是它的光线 能够非常均匀地照到桌边 让读者去阅读书上的东西 我做了一个分析图 把光线 这中央是一个灯具 它把灯光线经过反射 投射到桌面上来 这就是一个传统桌灯 能够用到这样的形式 非常少 但效果非常好 另外就是侧板是桌灯 侧板是桌面旁边两块板子 在侧板上面加了一个灯具 我们说侧板是桌灯 侧板是桌灯有一个好处 它的位置可以移动 在整个侧板上前后可以移动 因此它可以比较靠近读者阅读的地方 这都是在国内的 两种不同的灯具 它可以比较靠近桌面 中央投射在桌上 那这种灯缺点就是太高了 它因为很高 很容易使旁边的眩光影响到读者 那如果在设计 在灯具设计上面安排好 它的位置摘不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灯具方式 而且它用来很高 它不会阻碍一个读者 在桌面上打开笔电的时候 笔电的荧幕会碰到它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只是如何采用比较适当的灯具 最好发挥 这是一个做法 另外这是隔板式灯具 隔板式灯具是在隔板上面 放置灯具 这是一个方式 这是很普遍在国内 很多大学院都出现的 好 这是一个隔板 在隔板上面设置了一个灯具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一个新的图书馆 很有名图书馆 整个空间设计的非常好 就是灯 桌灯设计错误 这个桌灯的背后 是有一个非常亮眼的 一个金属片 这个金属片的位置 是灯光照射以后 会直接投射到人眼上去 因此脸部会特别亮 脸也看到了桌灯的 灯具的反射光 所以很可惜 它对桌面照得很好 可是对人眼 有这样一个造成 间接炫光的一个危险性 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作品 另外一张就是香港大学艺术图书馆的一个阅览桌 它用LED灯 但把LED灯放在一个桌边上面的一个灯管 这个灯管很靠近前面的隔板 因此灯光大部分都投射在前面的板子上面 使得桌面真正要阅读掉 反而不够亮 使用LED灯非常好 可是它的位置的关系 使它的效能没有要发挥 后面我会做一些对比来说明 这是自隔板 往桌面延伸的灯具 这对于桌面照明有很大的帮助 左边这两张照片 是美国加州博克莱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老式的图书馆里面 用一个老式的灯具 这个灯具本身的灯照是可以旋转 可以调整它的关系 像桌面照度也做得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理 右边这两张照片 是中正大学图书馆 中正大学图书馆的灯具 这个灯具是一个灯杆 杆具放在隔板上面 然后延伸出来 那这个灯管 这个灯照是可以转动的 是可以转动 左右转动上下转动 对于桌面的调整光线 做得非常好 可是由于这个可转的层轴 被学生常常去操作 使得最后坏掉 然后坏掉以后呢 这个灯又不好修复 使得该图书馆把这种灯具 全部撤离图书馆 全部撤离 使得学生没办法得到这种恩惠 非常可惜 他们就不听得到 有没有断线 有的都听得很清楚 现在好像断了 一个各位同道 陈老师那边网路可能有一点状况 我们让陈老师一点点时间整理回来 那提醒各位 如果大家对于阅览桌 特别是阅览桌上面的照明 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可以陆续不见得一定针对 我们刚才在这个听到的 可以在我们的聊天的地方写起来 那协会这边的专员会帮大家 把这个问题剪贴在那个PPT上头 那等一下QA的时间 我们影言人会带领大家 然后由陈老师来回应 我们趁这个时间 可以做一些体温在旁边 谢谢 您在那边 您在那边有没有办法也联络一下 那个陈老师那边状况是什么 好 我跟陈老师联系看看 好了 那趁陈老师还没有在线上的时候 请做一个广告时间好了 我们的下一场2月 那是由这个陈国斌老师 跟大家谈一下CIS在图书馆的运用 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这个部分 那陈国斌老师有蛮多辅导的这个案例 包括我们金门的这个线图的这个部分 还有其他的部分 那另外再一场我们邀请的是新竹线图的 新竹线文化局的这个 陈兹克的科长配学员 那提到的是在澳洲的一个标杆学习的部分 那陈老师的画面出来了 等一会 抱歉 我又突然 突然 陷入中断了 我把这个画面切到下面去好了 所以这个画面是在某种程序里的 我把这个画面的研究 我把这个画面的研究 都能够带到这个案例 但是我可以在某种程序里的 我把这个画面的研究 看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 这个画面的研究 你能够带到这个研究 我把这个画面的研究 就能够带到这个研究 把这个画面的研究 现在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可以停在那个灯具跟隔板的这一张 好好谢谢 很抱歉刚才线路突然中断了一下 好 我就把 可能要不前面有一段可能漏掉了 我把前面这一段再讲一下好了 这张看过没有这张照片 老师 那个陈老师可能要重新分享 那个现在画面没有 没有 没有出来 还是维持在灯具与隔板距离这一页 有吗 现在有了 现在有 现在可调视灯具 对 调视灯具这里 好 这一张画面是中山大学图书馆 他们图书馆特别有一有一张书桌上面提供两种灯具 那一个灯具是在隔板上面 一个灯具是从隔板往外延伸的 这两个灯具对桌面提供的照明是不太一样的 做了很好的对比 那学生一般比较喜欢灯具离开桌面的 离开隔板的 因为那个灯具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 那学生有这样一个倾向 我特别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性 另外也有一种灯具是放在隔板上面 可是灯具本身可以操作方向 这是日本陈城大学图书馆 它的灯具非常好用 学生也很喜欢 那这种东西在日本并不多 只有陈城大学出现 这个对于桌面的照明很有帮助 另外接下来吊灯 很多图书馆都设置吊灯 吊灯对于桌面的照明 其实做得不错 它可以提供相当充分的照明 特别是灯具本身的高度和灯照 可以选择的话 可以做得很好 在这边 周围四张照片 都有不错的灯照 为桌面提供了 而下方中央的照片 因为它的灯具的大小的关系 使它对于桌面的照明 局限在一个区域 非常可惜 也就是在设置吊灯的时候 如何对灯照 以及灯照的高度 做适当的选择 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好 当然最可惜的地方是 这样的灯具 这样的吊灯 本身不能操控它的开启 因此在没有人使用的时候 如果一直开启的这样的灯具 就显得一种浪费 那在所有的这种吊灯里面 在台湾 我发现宜兰 郊西公共图书馆 它设置了一种吊灯 是可以随着使用者的喜好 上升或拉低的 使用者的喜好 开关非常方便 那早期的这一个红色的灯具 现在已经不太生产了 现在改为一种新式的 比较新的大灯照 那我问了使用者 他们觉得大灯照比较好用 比较好用 因为它不容易反光 而且可以拉得比较低 对桌面比较有更清楚的照 也因为灯具可以高低调整 因此对于桌面的照度 更能够适应读者的需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另外就是台灯 台灯在很多图书馆都出现了 我这边先讲的是 一种可以移动 和不可以调整光亮度的灯具 这种灯具 主要问题出在 它常常会占用桌面 它一占用桌面的时候 使得桌面的使用不方便 再加上灯照本身 如果选择的不好太大 或者不容易反射灯光的话 都会影响到这个桌灯 对于桌面的照明的一个服务性 那这边我就会举出四张照片 给大家看 灯照本身 它的影响性 灯照如果太小 没有办法对桌面有适当的照度 那桌灯若是透明的 它的光线都透出来了 而不是真正反射到桌面去 因此如何选择 灯照的大小 以及这个灯照的高低 乃至于材料 对于灯照的服务性 有相当大的影响性 灯照的内衬 它的反射性 对于桌面的照度 影响非常大 当然 这也跟整个灯照的大小有关 它的上下的尺度比 能够反映出来它的粉色面 比如右上角这张照片 这是美国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灯具 它就能够将灯里面的反射光 充分投射到桌面上去 那左上角这张照片是美国纽约市里图书馆 它的灯里面有两个灯泡 随着你的开关 你可以开一起灯泡或两个灯泡 调整光度 这也是很方便的 那下面就是两个不同形式的灯照 它对于桌面的照度 原则上灯照面越大 对于桌面的照面效果越好 那也有用一支灯具 四支灯管三支灯管 照亮周围四个或者三个桌面 这种灯具 那这种灯具的高低 按灯泡的多少有关系 左下角这张照片 它一支灯具里面有四支灯管 分别照亮四周围的东西 这就影响蛮大的 当然这个操作性 如果一关 可能四支都关掉 这会一样 不过我看到的是灯具一直都开的 那这种灯具也蛮多的 灯具如果把灯照 灯管面向桌面延伸的话 会对桌面有不错的照度 另外就是 可以调整照射方向和位置的灯具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整性灯具 它对桌面的影响 影响最小 但它也因为调整的条件比较少 能够服务的范围比较少 这很多图书馆都设置了 它主要是调整方向位置 特别是对于小桌面的服务性来说的话 这种灯具会做得很好 对于较大的桌面 很多图书馆都喜欢引用这种 有多感见可以调整远近和方向的桌灯 这很受读者的欢迎 特别是大型的桌灯 也就是当这个桌灯设置在桌边一角一边的时候 它能够延伸到整个桌面 在我的观察里面 在设置这种桌灯的图书馆里面 读者通常坐下来使用的时候 第一件事是调整桌灯的位置 把桌灯调整到它有四张的位置 第二是调整椅子的高度 通常是读者 西方读者进入图书馆的时候 他们最多的两个动作 因此灯具的位置 对于读者与读者照明的要求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那这种桌灯很方便地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很多图书馆都使用 它有不同的形式 有长形的灯管 有方形的灯管 乃至于里面还有一个放大镜 都可能都很适用于各种状况 那当然 这种桌灯如果设置的太密集 会造成一些干扰 在国外也出现这种情形 读者对这种桌面 通常不太喜欢使用 通常大概只有两个人用 第三个人用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些干扰 例如灯具的干扰 例如桌面的干扰 因此灯具的设置 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伸展 很有弹性的灯具 它的设置条件 也必须要重视到 这是一个调整 可以调整照度的灯具 那在台湾相当普遍 现在也不贵 很多图展都使用 基本上是不错的 但在这种根据的设置的时候 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对于它的色温 也就是照度的色温 理想的一个桌面 台灯或照明的色温 尽量在3000K以下 超过3000K的照度 色温对眼睛都是会有一点伤害 那低于3000K在2800左右 可能是最好 2800-2500可能是最好 因此大家在买灯泡的时候 都注意到色温的选择 另外一种服务 也是接着的服务 也就是利用桌面的插卡的方式 插学生证的卡片 调整灯距的开关 这是新竹中华大学图书馆的一种设施 大概在十年以前就设置 当读者坐下来以后 他把自己学生证 放到右下角的这一个盒子里面去的时候 就可以起开 就可以开灯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 不论开不开 不论关不关灯 只要把学生证拿走 这个灯就关闭了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节能方式 而不论灯距的形式 是单独的一个灯距 或是在隔板下面灯距 都能够非常方便使用 这个整个的设置 当初的花费不过十余万元 那以后所节省的灯距 就节省的电费非常可观 更有甚者是因为插卡片 因此学校的对于电脑的控制里面 可以读出来 可以记录下来 哪一个学生 他来图书馆开灯 用功阅读的时间最多 有这样一个记录 也可以发现哪些学生是比较用功 另外我们下面谈到是一个 顶板下的灯距 顶板是阅览桌上面很常出现的一块板子 它可以放个人的用品 个人用品 顶板下面也可以放置灯距 提供阅览照明 或是在看电脑的时候的照明 这都会很有帮助 因此在很多图书馆里面都会在 阅览桌顶板下面设置灯距 但灯距的好坏对于整个阅览桌的使用 有相当大的影响 好 这边有介绍三种形式 最左边的形式 是这一根灯管 非常靠近桌面前方的一个隔板 换句话也就是在这个顶本的前方 顶本的前方 这样的位置 造成灯距本身灯光 对桌面的照度不够 接下来的中央两张照片 就是灯距放在顶板的中央的位置 它比较会靠近桌面中央 最右边两张照片 是灯距比较靠近前面的遮板 这个垂直的遮板 因为顶板跑前面的遮板 它靠近遮板以后 相形之下 这个灯距也就会比较靠近桌面中央 因此在同样有顶板的这样一个阅览桌上面 当灯距放置的越接近前方的遮板的时候 对桌面照度会好 这一点是很多图图馆在设置这样的灯距的时候 都忽略了灯距的位置 会对桌面照明有相当清楚而严重的影响 第二个是遮板的长度 遮板的长度 换学你跟桌面的关系 这边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灯距的位置很好 可是遮板很短 遮板很短 因此灯距距离桌面中央和后方的位置很远 使得这一个灯距对桌面的照度明显的不均匀 它前方最前方是1550个Lux 而到桌面后方是500个Lux 后方很好 前方的照明就过多 原因在于这个灯距太靠近前方的遮板 你看这个尺度来说的 再加上这个灯距本身的反光面 大部分都投 这个灯距反光都投射到前方的遮板上去 隔板上去 而没有投射到桌面上去 使得灯距本身的位置 以及顶板的长度 影响到桌面的照明 另外我们谈到说在这样一个桌型的时候 它桌面前方顶板前方的这个遮板 它的深度对于桌面的照明有非常清楚的影响 左边的照片它的遮板很深 因此在下方我们阅读的时候 不会看到灯管所显示出来的眩光 右边的照片使它的遮板很浅 使得人坐在桌前的时候 容易看到灯管 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直接眩光 反正要桌面其他的构建 会影响到桌灯 对人们在照明上的服务性 另外也就是在桌面上的灯光 它的灯盒下面有没有底本 这边有两张照片是高雄文早外语大学 左边这张照片是没有顶板 它灯光可以直接投射下来 因此下面这张照片就看出来桌面是比较亮 右边的照片加了一个顶板以后 乳白色顶板以后 它的灯光就会减少5%到8%左右 桌面就比较暗 当然这个会有影响 但主要还是这个灯具的位置 当然加了一个顶板以后 照明变成一个间接眩光 对于桌面上面看荧幕来说的话 会有很好的帮助 另外也就是把LED灯管 看在顶板内 丹麦的一所大学的图书馆 它看上去顶板很平 但是这个顶板很浅 就不够长度 因此它对于整个桌面的照明 还偏向于前方 但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整个桌面来说的话 它桌面前面的这个隔板 是用深颜色的一块 一个可以吸引的绒布 很深颜色 因此前面的遮板 前面的这个隔板 没有把光线反射出来 使得桌面本身的光线很均匀 而不会偏着于前面比较亮 后面比较暗 那这是一个这样的桌面的一个形式 蛮好用的 另外这样一个做的 也是一个灯具 它灯具本身是反光面 反光面非常好 能够使桌面很亮 而背后的背景并不亮 但问题是 它的反射面太长了 使得灯光 透过反射面 会照到人眼 形成直接眩光 这是美国西北大学 法院读书馆 很多学生 会在这边贴一张纸 在这边贴一张纸 把这个灯光阻隔掉 把这个眩光阻隔掉 很可惜 这灯具本身设计是不错 另外在桌子的顶板的前方 顿前方设置这样一个灯具 这是很多图软在补 后来加灯具的时候这么加 这样一个灯具加了以后 对桌面的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位置的关系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的那个躁度 在桌面前方的躁度 它1884个Lux 而后面的900系列Lux 这后面Lux为什么这么高 是因为这一个反射面 是桌面 但同时也使桌面前方隔板 非常的亮 很可惜 如果前面隔板能够降低 颜色的话 反光面这么强的话 基本上桌面会是 一个不错的感觉 因此根据的设置 以及周边桌面的安排 会影响到桌面整个的照明状况 这边我介绍一个 我个人认为还不错的 一个照明典范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桌 这是一个桌子 我把它尺寸全部显示出来 它是用LED灯 放在顶板的下面 也就是这个位置 当它照亮了以后 它所能够照亮桌面的区域 非常的均匀 我量测过了 它最后的灯光 是投射在桌面外面 5公分的距离 或者桌面得到非常好的照度 人在桌上工作的时候 也不觉得周围特别的亮 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在个地来说的话 很省电 也很好用 很难得找到一个空位 让我拍照 好 最后 用点时间把结论说明一下 结论中间第一项是 桌面开不开灯有影响 也就是当桌面不开灯的时候 桌面的照度 或实测照度 是268个Lux 很适合看电 桌上的灯就打开的时候 桌面照度是692Lux 很适合阅读和书写 这是清华大学新图书馆的一个 三楼的一个阅览空间 它有一顶灯 天外晚上灯 也有桌灯 也就是读者会因应状况 还需要对桌面的灯具 开起还不开起 那隔板上的灯具 可以用这几种形式 不论旧有的或新的隔板 各个用这种方式 可以桌面照得很好 很适应读者的使用性 这是吊灯 吊灯的使用 我基本上认为是很值得鼓励的 我希望吊灯能够有一个 让读者能够自行开关的地方 他决定开关不开关 这样比较能够节能 这样比较深 因为基本上用吊灯以后 桌面的灯灯 非常的均匀和普遍 也很亮 是一般很受读者欢迎的 这张照照片没有人 因为这是芝加哥大学法院图书馆 我去的时候是周末晚上 礼拜天晚上没有人 他们周末不去读书的 另外就是台灯 不论哪种形式台灯 我希望灯灶内部是反射光的 也就是说灯灶本身不透光 让灯的反射光全部能够透到桌面 而希望灯灶本身能够尽量的大 把光线能够涂得比较均匀 让桌面能够得到非常均匀的光线 这样的台灯是蛮好用的 不论它的位置在哪里 不论它固不固定都没有关系 另外设置一个可调整桌灯 这样的灯具 不论它的形式如何 都普遍的得到读者的喜欢 不论它是用电脑或不用电脑 它都可以做处理 因此很多现代的图书馆 特别是国外图书馆 自己要照顾都是国外图书馆 他们很普遍的设置这样的桌灯 也很受读者的喜欢 读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还能与否 这是一个可调整桌灯 一个实用性 另外我值得介绍一个在台湾的案例 这案例是法式阅览桌上面 极少的案例做得很成功的 这是在新北市新庄的中港图书馆 那它是在一个旧式的阅览桌上面 已经有了顶板 有了顶板 在顶板的前端 设置这么样一个灯具 就设置这个简单的灯具 是后夹的 结果这个灯具 使得桌面的照度 靠近前面隔板的照度 是638个Lux 而桌面后方 边缘的照度 是635个Lux 换句话前后照度 非常的均匀 原因在于 当它的桌面只有59公分的时候 它的灯管 距离后面的前面的隔板 只有26.5公分 因此它的灯管 非常接近桌面中央 使得在整个阅读的时候 桌面相当的 明亮 而不至于有强烈的选光 当然 这样一个设计还不错 唯一可惜的地方 是它的灯管 外面的这个高度 这个边缘的高度 灯灶的高度 距离地面 只有25公分 这个边缘只有25公分 这样的高度 不适合 16寸电脑荧幕的起开 换句话 16寸电脑荧幕打开的时候 那个荧幕板会碰到这个灯灶的外缘 或者说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整个的隔板的高度 整个顶板的高度不够高 如果高一点的话 这个空间很适合使用 阅读也同时使用 笔电的使用 这是一个台湾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我前面这一个 芝加哥大学这个案例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 如果你的图书馆要设置这样的越南桌的时候 在使用LED灯的时候 它是很方便的 但是使用LED灯的时候非常注意 它的色温 以及它对蓝光的处理 所有的LED灯都好 有的LED灯 特别是那种Organic 就是有机的LED灯 对眼镜是比较有帮助的 或者它比较贵 那这种阵子如果安排的好的话 是可以有相当好的照明服务的 好 另一个示范 这是 加拿大温哥华公共图书馆的阅卓 它阅卓很简单很平凡 可是在它设置在靠近顶板前端 接近遮板的这样一个灯具的时候 它下面放置了这样一个格栅形的一个反射板 这个反射板一加了以后 使得桌面的照度非常的均匀 非常均匀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使得镀子很好使用 而且它的板子又不高 上面放置东西 那开启电脑荧幕也不困难 所以这个桌面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桌面 它又靠墙很安静 特别是根据本身 位置并不很好 可是加设了这样一个格栅板以后 使光线的反射非常均匀地投射在桌面上面 这个案例非常成功 好 最后一张照片 室内的光线和桌面照明的和谐与实用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在同一个图书馆里面出现两个空间 一个空间除了桌灯之外 右边的照片 顶上有直接照明 另外一个光线 另外一个空间 也越览是上面没有任何灯光 那读者完全靠桌灯来阅读 那我问了读者 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空间 因为桌灯照明都一样 那学生们的反应 我问了好像四位同学 他们都比较喜欢右边这个空间 他们觉得右边的空间比较明亮 这个明亮的感觉比较温馨 比较温馨 左边的空间 公共空间很暗 桌面很亮 其实桌面照度差不多 因为这有一个加上顶光的话 稍微亮一点 但学生们喜欢这样一个空间 换句话同时有桌灯照明 也有室内顶光的照明 这样的照明 特别适合他们的需求 这也就是我今天在对于这样一个 公共图书馆几个灯具的一个说明 好 最后我要提到说 对于我今天我讲的东西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看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仔细的介绍 包括很多的测试 对于各个图书馆 所有桌灯的一些尺度的葬梁 照度的测量 他们的比较都有说明 那如果我今天讲的部分 有缺失或者有错误的话 麻烦请告诉我 让我对于这些的里面的这些季度 以后有修正的机会 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演讲 报告结束 感谢聆听 非常抱歉 今天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视讯 因为这个网路没有连接好 断了 使得没有讲得很仔细 非常抱歉 请大家指教 有什么问题 进行提问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首先先谢谢陈格里老师带来这场精彩的演讲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跟陈老师来做一些互动 那我想今天很重要就是陈老师这样的介绍 让我们学的非常多 包含可能未来图书馆在这个阅读桌的光线的这样的配置 有很多面向的考量 当然在照度 那柔和 还有这个节能 这些都是还有美观上面都是一些考量 非常的收获良多 是不是我们开放给线上的同号 还有我们的师长 有没有要救教我们的这个陈馆长的 好 有提问了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邱馆长提问的 吊灯在地震的时候 安全性需不需要考量 我们是不是请那个陈馆长来给我们答复 邱馆长的第一个提问 邱馆长的问题都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吊灯在地震时安全需要考量 这个吊灯是吊挂在天花板底下 还是楼板底下 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吊在天花板底下的时候 这个吊锁 吊锁本身 它的长度 跟它在地震时候摇晃的关系有关 然后就是说两个吊灯之间距离的关系 因为地震时候一起摇 它会碰撞 如果发生碰撞 这会使灯泡掉落 灯泡掉落在桌面上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用吊灯的时候 尽量吊灯之间不要靠得太近 以免在地震摇晃的时候会碰撞 然后在悬挂的时候 它吊灯的那个吊杆需要挂在天花板的构建上面 当然最理想的是 每一根吊杆都用45度往旁边延伸 使它在地震的时候不会随意摇晃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谢谢我们那个陈馆长的一个答复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提问 或者是 有 来我们这个是北科大图书馆的黄一如小姐 她的提问 那内容是这个3000K的色温偏黄 实际上在执行面上 许多读者会反映太黄 希望稍微这个白一点 不晓得陈老师对这个状况的看法是如何 那说明一下 这个色温跟灯泡的颜色没有关系 你灯泡可以选白色的灯泡 就是反正灯光是白色的 但色温还是3000K 因此我希望很多图书馆都能够在设计的时候 直接照明都用白色的 而桌上的照明可以用黄色的或白色的 让读者选 因此色温偏黄 色温基本上不会偏黄 不会偏黄 只是颜色偏黄 那这时候改为白色灯泡 色温还是一样 对眼睛还是一样有帮助的 好的 谢谢陈管长的答复 不晓得后面还没有提问的部分 简报档是不是就这两个问题 杨理士您好 目前简报档来得及截取到只有这两个问题 然后聊天室另外还有两位同道有提出问题 那我这边代读 不晓得可以吗 好没问题 他是那个北科大黄一如小姐 就是有在提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考量图书馆的照明时 程老师最着重的是哪个因素 我比较重视的是 读者可以选择亮度 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读者能够选择 他选择适当的照明的亮度 以及灯具的位置 因为他在桌面使用的时候 可能一边使用电脑 一边使用笔记或写东西的话 如果让灯光能够配合他工作的地点 工作的位置是在书本 还是在电脑 能够配合这样的方式 最能够让他很好地使用 因此我希望阅览桌的灯具 第一个是亮度的配合 照度的配合 另外一个是 他能够调整性 以读者的需要 而适合他的使用 好的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现在上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刚好是我们自己 东海大学图书馆 陈婷婷 那个陈管长应该都很熟 我们当时也是您的同仁 那他提问到目前国内的图书馆 有没有一个哪一个图书馆在照明方面 这个设计上是陈管长您比较推荐的 老师您比较推荐的有没有 当然可能很多啦 或者是可以给我们几个也可以 我在前面的图书馆介绍两个 一个是海北市图的地下室自修室的那样一个灯具 那个灯具的形式基本上还不错 只是要做一些调整会很好 那是靠墙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在新北市新庄的中港图书馆 他在既有的卡式阅览桌上面加了一个灯具 灯具的位置 灯具的形式上位置不错 也适合独得的使用 只是它的高度也可以调整 这两个是可以值得参考的 这是因为我比较重视对既有阅览桌照明的一个改善 而不一定是新阅览桌的照明设计 我们的邱馆长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当然就比较不是灯 是许多学生都希望在座位上面是要有插座 因为可能学生现在都会带手机或带笔电来需要插座 那就叫我们陈老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因为现在是资讯时代 同学进入图书馆之后都会使用手机 使用笔电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在同时使用的时候 也能够充电能够继续的使用继续获得资讯 因此图书馆里面对于这个插座的提供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当然插座提供以后 也会增加图书馆的那种耗电性 那我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要提供几个插座 我个人是认为说每一个人在座位上面 至少要提供两个插座 至少提供两个 三个可能有时候需要 那如果桌面越大 你可以提供三个 桌面小的话提供两个 在公共图书馆的自修室 有时候只提供一个 那这个我觉得 依照图书馆性质不同 我觉得可以 重点是这个插座的位置很重要 这个插座不要影响桌面 因为很容易影响桌面 你插一插座以后 那些电线都影响桌面 那最适当的方式在桌面的一个角落 边角的部分 或者在桌面的下方 让充电的时候 它的电线 它的这些放的位置 都会影响你桌面的工作 因此我觉得这是在位置上面 另外一个是那个电能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说很好电 但我也希望说图书馆 能够在屋顶上面设置一些太阳能板 能够收集一些电力 能够利用这些电力 为学生提供一些服务 这也是两全的方式 不然你一昧的只是靠 电力公司用电的话 你的电费增加 学校会不停的抱怨 对图书馆的事情 两难的事情 是的 非常谢谢陈馆长的一个分享 陈老师不好意思 我可以追问这个问题吗 对 假如我们不考量电费 因为反正学校也没有在集合我的电费 那我们现在 因为过往没有装 那有一些在这个大阅染区的话 桌子是在中间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都安装 学校的总务处那边 他们认为他们有困难 我不太知道说沟通上应该什么 比如说拉电 或者电容量这样子是否为真 因为从来没跟我们讨论过电费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一些大阅染区是好多张大桌子 那现在希望在加操作的时候 学校的营扇组那边有各式各样的困难 我们到底需要克服的是什么 谢谢 我觉得营扇组他们两个考量的一个是 你增加了这些插座以后 对整个图转的电容量来说 那有没有特别的变化 他又要整个调整整个供电的一个电容量 那这个是需要整体的考量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主要是另外一个 主要他们比较考量是电线的怎么拉 怎么接电线的问题 接电线的问题 很多图书馆都因为 阅览桌放在空间的中央 它距离墙边比较远 因此它必须要从地面拉线 才能够使桌面有电源 那这不是一很好的方式 那近年来在国外 不论是新图书馆和旧图书馆 都比较倾向于直接从天花板上 或楼板上面 直接往下引一个电线 引电线 它用一个管子来衔接 然后直接供应桌面的这个插头 这个做法相当的经济 很简单 只要拉电线电路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拆线都很容易 那这个做法在台湾 目前有四个大学已经用到 包括中山大学 包括佛光大学 包括东吴大学都用到 非常好用 特别是对于既有的阅览桌 阅览空间里面阅览桌 如何增加电源的提供性 好的 谢谢 对 谢谢陈馆长 那我刚刚也回应一下 那个陈馆长 刚刚的一些建议 目前的确像我们学校东海 我们图书馆的楼顶 就是太阳能电子版的 这个因为学校 这个叫再生能源的一个政策底下 我们也装了 那的确现在在我们的自修室未来 也希望能够安装插头 包含可能有一些 这个灯的架设 灯光的这个部分 可能到时候还要再 有机会的话 可能再请陈老师 陈馆长来给我们一点指导 好 那不晓在线上还有没有哪些师长或同好 有要再提出这个跟陈馆长救教的 可能大家听得意犹未尽 那刚刚那个我们陈老师也说有著作一本书 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再从这个书里面再去探索更多有关于图书馆这个越南桌的照明的一些 这个一些改善也好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参考 好 那我想如果大家没有再进一步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时间就到这边 那我再请各位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今天陈哥里前馆长陈老师 所带来给我们最精彩的这个演讲 真的非常感谢 收获很多 收获良多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再次谢谢陈老师还有阳馆长 也谢谢各位同道今天中午的参与 那我们下次见面应该就是二月了 所以在这边预祝大家新年愉快 那也感谢两位老师 谢谢